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晚上做梦的时候 突然梦到主席在开会 在讲话 你这么梦到柯文哲 对 我没跟他讲 因为我们在家里 民众党战狼夫妻节目上合体 畅谈对柯文哲遭积压近两个月的心情 依旧挺科挺到底 这回野帮危惊喊冤 经过金华广场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看到 他盖的那个桃珠影园 其实台北市现在有很多 非常特别创新的建筑 这个都是一个未来城市的发展 台北市的度我会通过的融机奖励 可是今天因为政治力的原因 于是把他打入了这个牢里头 贝北市议员反抢 别影响司法独立办案 远程志涵还在企图淡化 被检调立为被告的橘子 对案件重要性 现在要找证据找到哪里 他的一个行程秘书橘子 因为查不到金流 所以开始找一个人在国外的人 说他捐款潜逃了 或者是他掌握了最核心最核心的事情 那我就想要问一句话 就是橘子从头到尾参与精华城案吗 没有嘛 精华城里面检察官给他的定位是什么 叫重要关系人 重要关系人就是不确定他的身份 他可以是证人 也可以是被告 橘子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人依旧滞留海外未归 陈志涵却咬定没关系 还高向检方即便搜走冷钱包 却迟迟找不到收贿证据是办案不立 破解了两个月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破解 那我真的告诉北检 你们拜托一下认真一点 你赶快去找那个厂商 对此北检不予回应 陈志涵替柯文哲占清白 但说这么多 究竟有没有适宜 外界自有公平 三雄黄正杰取权台北采访报导